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我上個禮拜在美國 參加到美國的NOVA 就是海洋及大紀科學總署 事實上也參觀了他們氣象的預報中心 上個禮拜就在講這樣的一個東西 美國在春天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冷空氣 還是說暖的空氣從墨西哥灣這邊上來 這個時候兩個空氣對峙的結果 就產生很多不穩定帶 像這個就是一個極端的不穩定帶 有顏色這個就是雷達回坡圖 這段時間事實上美國在前兩天已經有龍捲風發生了 所以這段這個系統會一直慢慢的往東移 可能會影響到美國東岸的一個地區 通常這個時間點是美國的龍捲風季 大概會有幾百個龍捲風都會發展出來 所以這段時間如果你要到美國旅遊的話要特別留意 像我當時從美國的東岸飛到西岸的時候 就遭遇到這樣的一個系統 哇那個真的有點顛簸啦 請大家這個時候呢就是美國一個典型的很不穩定的情況 不過美國的春天呢也跟我們的春天一樣喔 預報到這個系統的時候 它的範圍多大強度多大其實也有很大的一個誤差 春天的特性就是很多的系統不是很完整才會有這樣的現象 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那台灣來說的話在我們亞洲的部分呢 今天生成了一個新的颱風 第五號的颱風 塔巴颱風 這個是由這個馬來西亞所命名的 又是碾魚的意思喔 因為在這個我們東南亞來說的話 碾魚是當地很重要的一個經濟來源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用碾魚來命名 這個颱風呢預計是先往西北跑 然後慢慢的往再往東 所以一應該不會對陸地有太大的影響 它大概不會又直接往菲律賓衝 大概是稍微在這個地方來個大轉彎過去 這是目前來看的路徑 但是後續有待觀察 那這個颱風呢還會再增強 所以後續還要稍微關注一點 因為它的目前的形狀跟它的態勢非常的不錯 那回過頭來看台灣喔 其實台灣這幾天呢 天氣真的很難暴喔 很多朋友告訴我說 一下子說這個 會晴天 一下子封面又沒有來 這個變化很大 這個典型的它的特性 不過整片來說的話 整個中國南方 這邊呢還是屬於一個不穩定帶 封面呢已經過了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來說的話 今天比較涼一點 就主要是有一點北風開始下來 所以今天提醒大家 還是要穿長袖 這兩天要穿長袖出門比較合適 不過這兩天呢 天氣大致上呢還不錯 除了一些零星短暗陣雨之外 下一波的變化呢 就要等到有一波新的風密要下來 這個是整個喔 我們靠近我們這個台灣附近 從這個角度去看的這個 整個地球 事實上各位來看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颱風 他預計很快就這樣隨著這個系統 朝鮮 很快就會被帶走 導致為了值得留意喔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預計呢 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就是禮拜四五一勞動節 可能會有假期的時候 會有一個系統會慢慢的通過 所以這個對台灣來說的話就有影響 那現在來說的話就是一個短波的封面 比較短的喔 跟那個美雨季的封面一直從這邊 一直拉到這個日本來的話 是不大一樣的 我們當然是期待有這個系統來啦 現在都是短的 因為這個短的呢 大部分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雨呢 有時候會有 但是基本上沒有太多 特別對我們中南部缺水的這個地方沒有太多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都還是短的 而且預計呢這個短的這個坡呢 還會一段時間喔 那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台灣的這個今天就有這個 東半部還有一些零性的局部的短暗陣陣雨 但是這個是熱力作用發 已經開始有熱力作用發展起來了喔 現在來說的話 就現在就要等到這個預計 這個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三有一波這個就是這個封面雲系 會再接近喔 會再接近 那等於全台灣有可能有雨的天氣 所以禮拜三禮拜四的天氣相對的比較不穩定 但是過去之後有一段好幾天的時間 然後週末又有一波 禮拜天又有一波 又會再接近 那整體來說的話到了下禮拜 你各位來看 這一大片雲系又會再進來 下禮拜天氣呢 恐怕在北部 不是很好啦 請大家一定要心裡準備 一波一波的一直不斷的雲系移入 整個雨氣的部分來說的話 明天天氣還不錯 大概就 東半部偶振雨 禮拜三 下半天就有一些封面雲系接近 水系就會增多 禮拜四都會有明顯的雨勢 禮拜五可能有一些局部的零星的陣雨 所以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這樣的一個變化 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今天比較涼就主要有一些北風開始下來 但是這個涼呢是以北部為主 北部呢 大概就二十五六度左右 沒有像前幾天三十幾度 南部呢還是維持這個樣子 但是明天開始 溫度呢會稍微流微的回升 那現在就要等下一波 下一波我剛才講到了就是五月初那一波會影響 不過這個溫度呢就會明顯的一個回溫了 但是麻煩就是下雨啦 那中國北方呢事實上還是有一些系統移動得很快 要留意一下如果你到那班旅遊的話 北邊的系統還是動得很快的 那預計到了五月五號可能各位來看 就下禮拜這個禮拜天 可能有一波比較強的系統又在變動 所以我們溫度的這個整個趨勢來看的話 你各位來看 明天的天氣呢應該是還算可以進 大家好好把握喔 禮拜三禮拜四會下雨 禮拜五 陰天禮拜六陰天所以禮拜三禮拜四這兩天要稍微留意一下那溫度呢也會稍微下滑一點點 23到25度左右 禮拜三禮拜四要注意一下它的變化特別是這天 雖然是五一勞動節很多人都放假但是提起你 天氣不怎麼好 進行一些室內的活動會比較合適 那南部的溫度呢還說的話基本上還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大致上天氣呢除了禮拜三禮拜四多雲之外 其他的天氣都是相對的比較穩定的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把握金銘比較穩定的天氣 周三開始呢南方雲星就開始接近了 降雨增多到周四 那周五開始就逐漸好轉了請大家留意最近的變化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